保理政、福建文座区的開發 是南大管長臨民前就任了 最終項目的一項劑位 尤其要了解港頂品質和開發的進度 管長在議員五個簽的北斗之下 再一次整項建立來探索 對到文座水質的出水量問題 以及各項基礎設施的時間進度 已經大家高興是最終的觀點 希望要求時間單位一定會比較保港頂品質 希望可以達到尚求一個文座庫 尚是了解港頂市港狀況和品質 管長臨民前由管議員五個簽北斗 再度前往福建文座庫市港現場關心 對面的話就是活動中心 現在有那個放樣那個基礎的地方 這是20年 管府建設處長理政委 向管長幹部福建文座庫 整體幾個配置狀況 當時隨便莫正的時間進度 管長臨民前尤其對到文座水質的狀況是特別重視 大概將近四十萬塊 這個大概是做了一百米 這顆就報廢了 就是遇到板冷層很硬的那個研盤 所以說這個大概賺了一百米就報廢了 我們從井底拿起來那個板冷層的石頭 對 先讓我看一下 這樣 我做的是相當硬 對 對 對 因為地質很硬 我們抓水質實際造業 我們都相對提高 不過目前 我們生地依靠這種控制水質 也讓管長臨民前尤其是很放心 所以我們希望趕快的加速來把它完成 也可以說符合國際標準的所有的溫泉的管線 做在我們地下裡面沒有在外面看到溫泉的管線 觀光客 來跟我們南道館 尤其在玻璃區就可以做深度旅遊 可以來浮興溫泉區 來住宿一晚 來連結中台產市 連結虎頭山中心碑 來連結我們清淨農產等等 讓我們玻璃店帶來我們的觀光產業 以及我們的農透產 以及我們國內旅遊頂頂的 總共有一個很好的景點 福興溫泉區不但是管長臨民前進入以來 最重要的市政界外 也是國內第一的經濟幾月開發的溫泉區 管長臨民前進加當時工廳進度和品質 要求建設處嚴格特殊包裝 做好進度和工廳品質觀光 建設處標示 第一基白水工廳有水工山 以及牛牛工廳上的進度都超過八仙 有的已經完成 尤其中心跟雷球場也開始當工 將會專領大作上由這個溫泉區 繼續往前行彩虹報道 謝謝大家